我有好多話都沒有跟她講到 我還有好多的目標都還沒有實現 琪琪這輩子對我的恩情 我只能下輩子再報答她 我不會忘記她對我的好 琪琪去當天使了 她跟我告了一個很長的家 因為她好久沒有出國了 我祝福琪琪放心去旅行 一路好走 琪琪真的很疼我 在我沒有錢吃飯的時候 她都要跟我說 你要這樣 你要打電話給我 我開車去接你 你可以帶我家吃飯 我住多久都沒關係 琪琪這輩子很善良又孝順 我有好多話都沒有跟她講到 還有好多的目標都還沒有實現 琪琪這輩子對我的恩情 我只能下輩子再報答她 我不會忘記她對我的好 她真的把我當成家人一樣疼愛我 常常打電話關心我 我現在 我不 其實我沒辦法 相信她已經離開了 我每天都只能聽她 前幾天 前幾個月 留給我的語音訊息 我就感覺她還在我身邊一樣 她只要有電腦不會 或是臉書有問題 她都會打電話給我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都會跟我講 也常常會跟我講笑話 我還常常 我還看她跟我的對話的來 我覺得 怎麼會那麼 我跟她的緣分怎麼這麼短暫 去當天使人 她跟我構了一個很長的家 因為她好久沒有出國了 我祝福琪琪 放心去旅行 一路好走 琪琪要等我 謝謝琪琪的恩情 謝謝 謝謝 放鬆 謝謝 謝謝 最美好的食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